韩燕恒和阮琴丹两位出了名老友鬼鬼 这日阮仔邀请寒姐来到香港开电视节目 开工大吉77做嘉宾 两个一碰头就鸡丹不断 有电视台岁月 到近年的感情事都毫无保留 畅所欲言 寒姐还说阮仔对她来说 就好像是另一个妈妈 终身大事都要为她操心 我想不到老阮关心我因缘这一团火 十几年来她都没有昔灭过 很厉害, 老阮 你嫁得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灭她, 你放心 你知道刚才我跟观众说 如果以后我真的嫁得出去的话 我除了要斟茶给我父母和老爷奶奶之外 第三个那个就是你了 没错, 我应该是媒妇 你还介绍了有一个, 记得吗? 有一个家里是做皮革的 那个你不嫁, 浪费了 当日那个真是不错的 我真的觉得笨, 为什么你不肯要呢? 浪费了, 对 那时候可能小时候 练习牧枝吧? 对, 不懂 回单纯吗? 有没有可以回呢? 我试试 单身的航姐这天拍摄 还特意带着爱犬糯米池 她说近年因为自己黏着狗仔多了 有没有伴侣在身边都无所谓 航姐还说自己和丸子的性格 一粒一粒非常匹配 还很感谢每次有困难的时候 都有丸子出现 老远是一个什么性格人呢? 喜欢华视 主导权很强的 我就不喜欢华视 我很怕背锅的 我喜欢跟大围的 那没有的 我们这些最喜欢的 怎么说呢? 藏强扶弱的嘛 她当她那么弱的时候 那我们就唯有要照顾她了 那我们照顾她 就久而久之照顾得多 就变成像自己那些子侄那样 什么都帮她跟着眼睛 看一看 我都说老远 你是我娱乐圈的妈妈 我知道, 娱乐妈妈 有没有出头吗? 其实也算的 北京北京已经出了 我只是说她几句 你知道你说人几句 杀伤力已经很强了 我只叫她找其他工作做事 这个已经足够了, 是不是? 韩姐和梁思浩 一直都有为网台主持节目 最近思浩有传 因为她戴口罩开咪 而被公司暂停主持 问韩姐有什么看法 软仔就说自己也有东西想回应 其实韩, 你不想说可以不说 你们两个这么熟 你说出来, 不要伤害大家的感情 其实韩就不想说了 不过这件事大家续续看报纸 或者看大家怎么说 这些都不是你应该说的 没错, 我又不可以代表她说话 没错, 没错 有她自己发表意见 没错, 没错 我会告诉你 都可以代表达了 等等 我会记得